在长安与中国佛教的舞蹈中 出现在大烟塔的舞者的形象呢 也特别具有一种深长的意味 据南部新书的记载 长安戏场多寄予慈恩 小者在青龙 七四建福永寿 可见唐代佛寺里面的乐舞演绎活动呢 是相当的兴盛 在唐代长安大烟塔里面呢 保存了珍贵的舞蹈壁画雕塑石刻等等 大烟塔至今完整地保存了脸座唐代的诗碑 这是唐太宗和唐高宗 在高僧玄奘大师翻译佛经之后啊 亲自撰写的文章被刻成了碑文 那么在碑石的底部呢 各有一副祭阅石刻 在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续碑底下的祭阅 舞者站在中间啊 微微的侧着头啊 体态成S型啊 右背抬肘压腕啊 左背平张啊 丸子下垂 表情无媚动人啊 比较捷径印度舞蹈的风格 左边的乐人呢 吹奏着横迪 右边的乐人呢 可能是在吹奏着罗浩 在唐高宗所作的大唐三藏圣教续记 背底下的刻着的祭阅舞者的形象是 这舞者呀 站立在中间微微的侧着头 右背低垂 左背曲肘 以手扶尔侧 这个表情温婉 很有中原舞姿的特色 左边的乐人呢 在弹着琵琶 右边的乐人呢 在弹着琴 他们奏乐舞蹈的形象都十分的真实 在祭乐人的肩膀和身上 都萦绕着长长的飘带 表示他们都是御佛的天女 唐代长安 佛教的四月 有着频繁的乐舞活动 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使得他们留下了很多的佛教的绘画 雕塑这些静态的乐舞 艺术家们把瞬间的美感固化成了永恒的韵律 栩栩如深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长安与唐代的佛教舞蹈 有着博大包容 坚守并须的特点 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在中国的舞蹈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直到今天 我们还可以处处在在的感受到他的牛峰 雨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